我們老師經過非常多年的訓練 我們小朋友不要自己在家裡嘗試跟模仿 開封針見是有經過大學申請 合法申請 獵館 沒有成年是不能辦的 所以我們把握道是比較偏向成年的學生 小孩子我們可以學聚合術沒有問題 我們用模擬刀用木刀 學習那個精神還有他的那個招式沒有問題 空手道當然是更推薦給大家 從小把突破強健 其實我本身是練空武道起家 然後之後才開始學劍術 那我現在目標就是 拳劍雙修的這個武道修行之路 我兩個都練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練拳的朋友認為我的劍術比較厲害 練劍的人朋友認為我的拳術比較厲害 然後其實告訴大家我兩個都不厲害 還在學 好 謝謝 拍名 好戲 那我們是 將它泡水 它會浸泡一到三天 看天氣的溫度 它古代就是模擬人的血肉 它有一些骨瘤它會再放肚子 模擬人的骨頭 密度 其實差不多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做呢 因為骨瘤是一個針劍修煉的武道 只有用針劍來練習 是很有特色的日本武道 完全使用針劍 這股呢 它是以 戰斧 犯人 人犯 很血淋淋的 真的 大體去做市長 直到江戶時代 大家覺得這個東西不夠文雅 所以就改成榻辣米 算是日本相當 正統的這個刀劍文化的特色 好 謝謝 謝謝 這個是有斷掉我在上面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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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